第30題 電池主要成分為碳化鈣 加水會反應產生電池器 和氫氧化鈣 則電池加水產生的反應 係數平衡後的反應是中 兩種反應物係數之和 比上兩種生成物係數之和 因為和 我們的反應是我們的 Ca C2 加上 H2O 要生成 我們的 C2 H2 加上了 Ca OH2 那麼根據老師所教的平衡壞方式 把最複雜的設作1或2 那我們這邊呢就設為1 然後從兩邊只出現一次的1去平衡起 那我們左邊呢有出現一次碳 右邊也出現一次碳 那麼這裡有兩個碳所以這裡要兩個碳所以這邊就寫1 1寫下來之後蓋就確定了 那我們左邊出現一次蓋右邊出現一次蓋蓋可以用 所以這邊有一個蓋這裡要一個蓋所以這裡就會寫上1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看到這裡有O跟H 氫呢右邊出現過兩次不能用 氧呢 左右邊出現一次左邊出現一次氧可以用 這裡有兩個氧 所以呢這邊要寫上2 就會有兩個氧 我們發現我們的氫還沒有平衡 那麼這邊呢有4個氫 2得4個氫 這裡有2個氫 這裡呢也有2個氫 2加也是4個氫 所以氫也平衡好了 所以我們的方程式就已經平衡好了 那麼兩個反應物的係數核就是 1加2 也就是3 兩個生成物係數核就是 1加1 也就是2 所以我們的反應物係數核比上 我們的生成物係數核就是 3比2 第30題問我們說 兩種反應物係數之核 比上兩種生成物係數之核 因為核 我們答案選擇是 3比2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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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